欢迎大家收看热搜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出口下滑趋势缓解 北京试图提振经济前景 市场观察 利率紧张情绪再度回归 请大家收看 中国出口下滑趋势缓解 北京试图提振经济前景 雅虎 中国9月份出口同比下降6.2% 达到2,990亿美元 比经济学家预测的8%下降速度要慢 这一下降有助于缓解 人们对中国制造商品全球需求放缓的担忧 同时中国面临房地产危机和消费支出疲软的问题 市场观察 利率紧张情绪再度回归 雅虎 投资者正在等待 今天来自西班牙 法国和瑞典的消费者价格数据 此前美国的数据显示 通胀压力持续存在 而中国最新的报告则凸显了通缩压力 中国的报告显示 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未能达到路透社调查中预测的0.2%的增长 数据还显示 中国9月份的出口和进口下降速度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表明摇摆不定的经济可能正在逐渐稳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出口下滑趋势缓解的消息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9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6.2% 虽然有所下降 但比之前经济学家预测的8%下降速度要慢 这个消息对于缓解人们对中国制造商品全球需求放缓的担忧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毕竟 中国的出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不过 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面临的房地产危机和消费支出疲软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因此 北京方面也在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提振经济前景 以期稳定经济发展 另外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市场观察中提到的利率紧张情绪再度回归的问题 投资者正在等待一系列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数据 以获得更多关于通胀压力的信息 尤其是中国的最新报告显示 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未能达到预测的增长 这也意味着中国可能面临着通缩的压力 不过 好消息是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下降速度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这表明中国经济可能正在逐渐稳定 虽然经济仍然摇摆不定 但这个趋势是值得我们关注和乐观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且变化多端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各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并且希望北京方面能够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发展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